在外面走着弯路 录这个视频就是因为你观察时间也到了嘛 对吧 差不多了 然后你家人担心也是对的 就是疫情 对吧 嗯 到这个视察路上也不是很安全 但是你现在情况挺好 想来年后可以再来一次 不想来也不吃累了 好吧 录这个视频就是为了就是帮助其他患者 当然其他患者还在外面走着弯路呢 对吧 就上次我来切猫皮的时候 也有个患者看到了 对吧 我说我这已经差不多了 嗯 因为切完猫皮也不知道我查清楚了 嗯 我们就讲一讲就分享一下 你什么时候发病啊 然后在哪里接受过哪些治疗啊 然后就到我们的 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年因为教育不慎吧 然后他在这个病 反正就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后来就是 回福州 嗯 就去医院看了一下 说是这个 然后就做了激光 做了激光 之后 不到一次 不到一次完的又 出发了 然后又做了一次 做了一次也是不到一招 反正 他又不发了 然后我妈 其实第一次不发的时候 第一次打完了 打送完激光之后 我妈就说 再不发的话 妈就来一个 然后我说 我当时想着说 别那么麻烦了 做一次试试吧 然后我就自己做了一次 然后背后还是不发了 我说你看就来了 然后来到我们 其实也是抱着一种 试一试试 然后因为 听说这个病 也挺难治的 什么的 嗯 然后就 过来尝试一下 然后 刚开始治疗的时候 感觉就挺好 因为 他不像做激光啊 什么的那种 他也不痛啊 也不什么的 他给你摸的那药 就是自己就会脱落 然后慢慢的 也就不长了 反正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嗯 现在情况也挺好 因为 因为 因为你脖皮不成 对吧 对 刚才一段时间 然后呢 嗯 这个情况也一直结果 在那里 就 呃 呃 搞得一切了 对 然后今天呢 妇产就会做的最终的美观 对吧 对吧 一般情况挺好 至于现在呢 你这个 嗯 即可啊 都可以正常饮食 快速问诊 请扫码关注 或添加医生微信号 JRSY820 0 10 10 10